第八章 第十二节 耶稣有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光 跟随我的就不再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幸好原来神所给我们知道一个实际的实质 就是信仰就是为了改变我们本质 使我们成为一个发光的本质 这个就是点灯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活剧 而这个活剧却很多时候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 在宗派里面却刚刚走了相反的路 无论是旧药 无论是新药 原因很简单 原因就是人是维护和保护他们自己内心的黑暗 就算法律错人的时代 主耶稣来到的时候他们都将他杀死一样 很有趣的你会看到当我们现代科学越来越研究的时候 就会明白过宗的傲秘 因为原来我们现在说的灯 就算以现代我们说电灯也好 你会看到近代的灯是真的越来越 可以说日新越异 是令人难以咨询的 因为原来当我们近代已经不用灯芯 去点灯 但都没有办法脱离一个原则 就是原来灯的原料是绝对影响灯的光和品质的 有些的原料是根本不可能发光的 有些原料不会发出好的光 就像爱迪生他发明灯膽的时候 他用的乌丝 当通的电流在真空的情况下 这些乌丝会发出黄色的光 但如果对比那个时代的物料所发的光 近代就更加令人惊讶了 因为近代用LED 无论他们体积的细小 他们发光的功率 和他们所出的浪费的现象 简直是很惊人 为什么呢?原因以前是发觉用金属去做这些物料 它只可以发光的 但当物料原来一直改善的时候 有一个极之令人惊讶的现象出现 就是他们发现 世界上最好用来发光的物质 竟然就是圣经讲的宝石 原来宝石除了是反光之外 我们用不同的宝石 就会发出不同颜色的光 这个就是我们称为石鹰 原来他们将很多宝石 穿到几千个小时 但是有些的灯是在说十万个小时 甚至这些灯已经开始慢慢变成OLED 意思就是成为螢光幕里面的粒子 现在很多的螢光幕将要进入一个世代 就是说它用一粒粒很小的灯 是装在这一片螢光幕当中 成千上万这些的灯能够变成不同颜色 就导致这个螢光幕能够去产生非常之光 非常之靓的色彩 但是这个螢光幕却薄到像一张纸一样 可以卷起上来 原因这个螢光幕所用的物料 全部就用宝石做出来了 你会看到原来神所希望 我们在人生当中都是一样 圣经里面每每每都教导我们 如何在人生当中借着信仰 去使我们发光成为宝石 但是能够做到这一点 就是神给一个无可能的信仰我们 当我们面对无可能的信仰 一定会有两个方法 在过去那么多年当中我开子石安 打仗开子神就会给了一个无可能的使命 开子石安本身就是无可能 我们用的方法根本是其他教会不会用 无论我们作歌 我们无论分享信息 我们用的原则和标准是无可能的 但是那么多年我也发现 当面对无可能的原则 人类只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扮演 一个就是破苦尋舟去做 当然大家知道我只能用破苦尋舟方式去做 而实际上我发现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圣灵的能力就出来了 我就能够真的做到神要我所做的事 我能够爱到神要我爱的人 付出神要我能够付出的量 而完全不用装假 但是另一个现象我就发现 很多基督徒面对这个不可能任务的时候 他们就装假 如我一向都说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不可能的信仰 而原因就是使你能够在这个不可能当中 你真的接触到圣灵的能力去帮你 因为凭你自己的血气没有做到 但是另外一批就如我所说 他们放弃了倚靠圣灵 他们装假 有些他们平信徒的时候没有装假 但是当他们做全职的时候就装假 这个现象你会看到就是历代历世以来 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或者教会的领袖 都是用这个方法想着过骨 但很可惜的是他们最多顶都可以过到地上这一关 但是想天堂在天堡里面的话 他们就不用想 原来神给我们这个不可能任务给我们去发光 是让我们不断去直接发光去检定我们自己的行人 换句话说 你所作的功诸如保罗所说 是不是草木和佳 你发光的时候 是一种草木和佳 当大火烧的时候 是会光不过会化为灰准 还是你在神的面前所建立的是金银宝石 现在我们知道就是保石都可以发光的 当它被足够的能量去激发的时候 一碎粒的保石它发光了 我们肉眼甚至在望见的时候 我们都会受伤 不要说一大粒保石 基本上现时的科学将一大粒保石去做 一眼灯的话 基本上可以光照整个区域的人 所以原来神要我们 不是要我们维持一个旧的本质 然后装假 假扮我们能够做到一些我们一向做不到的事 神所要我们在信仰上面 我们无论付出 我们无论杀祖 无论我年纪大的时候 我们都会鞭策自己 我们愿意去在神的面前 我们愿意去奔跑 我们掌进 我们贡献 都是为了将我们旧有这些草木和佳的品质 改换一身 挑战它 不断去更新它 就好像我开始石安的时候可以还我的信仰 都不及得现在的一半的成熟 我认识的真理 甚至不及得现在我认识的十分之一 但是这段时间我没有装假 我每个礼拜有所分享的 我预备的 我没有装假 但是我自己亲眼看到我自己 怎样脱去我自己的内心的黑暗和软弱 我自己怎样改变 而我真正为神发光的光辉在那里 越来越光 而黑暗就越来越憎恨这种光 没错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原来神给一个不可能任务我们的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祂给我们知道 我们不能够用旧有的旧我 再继续行这条信仰的道路 我们不能够再用假的动机 错误的出发点 自私自利的本性 再行完这条道路 我们要沿途在这个信仰美好的道路当中 将我们草木和佳的本质 慢慢挪移 慢慢改善 使我们边策自己去改善 去做到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潜质就出来 就是似神的潜质 就使用你的性格 变成另一种的原料 的这种的特质 就是成为金银宝石的这种的特质 语言方第八章第十二节 耶稣有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神可费善与之善美丽 神尊归面前 至不最可谓 曾经欠风性 教数因为 是高深恶与之善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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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 我带着诚实惊畏 如光阴暖走 岁月顺势 但跟我寻寻 是世界最宝宝石的这种旅程 诚心将生命每日经常 在他朝见面 唯愿无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